哈喽大家好,我是柯宜 我已经很久没有录视频了 所以这个视频我录了很多次都非常紧张 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我脸上长了很多痘痘烂脸了 所以我都没有化妆,没有录视频 我现在痘痘已经慢慢好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痘的一个经历 但我想说烂脸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感到快乐的事情 大家都会因为烂脸或多或少 有一些沮丧,有一些不开心 我周围也蛮多朋友因为生活环境啊,工作压力的原因造成了烂脸 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 我自己也是,我烂脸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很焦虑 而且觉得特别不自信,都不太敢正视别人 总觉得别人会因为自己烂脸而歧视之类的 我烂脸最严重的时候我没有拍照也没有拍视频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可怕,我没有勇气去拍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是我快好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两颊都有痘痘,下巴也有一点痘痘,额头上都有痘痘 今天是化了妆,我的脸上还会有一点痘痘,你们看这里 也是有一点痘痘的 这边脸的痘痘基本上没有,只剩下痘印了 每个人长痘的原因都不一样,自己长痘的原因就是因为熬夜和吃甜食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没有办法不熬夜,所以这一点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工作压力大我就特别喜欢吃甜食来减压 这样子就会导致脸上痘痘越来越多 呃,因为吃甜品的话 就是导致痘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有些人喝牛奶也会长痘痘 还有一点就是长痘痘的时候尽量不要化妆 很多人长痘痘就是会觉得我要把痘痘掩盖着 用化妆来掩盖,可是不容易让痘痘好的更快 因为长痘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皮质分泌过剩,毛孔堵塞了,你才会长痘痘 所以能不化妆就尽量不化妆 我的肤质其实不是一个一长痘痘的肤质 我一直都是混干皮 到冬天的时候我整个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甚至是沙漠皮 以前我不管吃煎炸,还是吃辣的,还是吃甜的 我吃多少我都不会长痘 当然我会长脂肪 但是我就是不怎么长痘痘,顶多脸上长一两颗吧 但是这几年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体质可能也产生了变化 所以我吃甜食啊,还有吃一些上火的东西我特别容易长痘痘 就是可能治好了一段时间 过一阵子可能又会长痘痘,就是很反复 那首先长痘痘我想到的是去看医生 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长痘痘可能长的不是很多 他们就不是很重视 但如果说你长痘痘并不影响到心情,不影响到生活的话 那我觉得是如果你不想去看医生,不想去治疗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说你长痘痘严重影响到你的心情和你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对症下药及早去治疗 那长痘痘我首先想到的是去看医生 因为我的痘痘并不是说长了一两颗,而是说每一天起来都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疯狂的痘 而且在同一个地方长过痘痘的,快好了又长出来了 就真的非常苦恼 所以我当时去看了中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去那家医院看了中医,他看好了 但是他喝了半年的中药,这过程也是非常痛苦,因为喝中药是要忌口的 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这半年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治愈这个痘痘,不管我怎么,我不吃辣,我不吃甜,我忌口 但是我的痘痘一直都好不了,还是会一直在长 我必须去看医生 医生给我开了中药,还有开了甘草心,加上维生素B2和B6 我喝了两个星期左右吧 然后我发现痘痘慢慢的也好了,我就不喝了 但是还是会长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慢慢的消了,就不长了,那这个就好了 那期间这两年也有反复过两三次吧,长痘痘 那最近的话可能是因为年底的工作压力大,所以我又开始长痘痘了 这一次我没有选择看中医 因为我实在不想要忌口,也不想每天都去炖药喝 医院虽然说可以带煎,可以做冲剂 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要自己亲手去煎药比较好 那对于上班的人来说,亲手煎药就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你还要各种忌口啊,那些外卖啊什么的都不能吃 所以我觉得特别麻烦 所以我这次用了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去炖 我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了哪一些东西去去炖 首先 我想起我之前去看中医的时候,医生给我开过维生素B2和B6 那就是这两个,这个其实很便宜 随便在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几块钱一瓶吧 每天吃两片 其实长痘痘有些原因也是因为缺乏B族维生素 我在吃的方面就是靠口服这两个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对痘痘有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心理作用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作用吧 最重要的一个战斗力气就是大海灯 就是这个 这个大海灯我想说一下 我其实买了很久了,但是我比较少用这个 我以前长痘痘可能在一两颗比较大的时候 我会拿大海灯来照十分钟 用它的一个去痘模式 我发现它对那种痘痘还蛮有用的 你照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痘痘的那个 白白的那个浓疮就冒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用针磋破它 把它挤出来就好得很快 但是我发现后来长痘痘用大海灯就不管用了 我照了十分钟可能就发现 它那个浓包还是在就是完全第二天起来 没有感觉到有变小 然后我就把它闲置了很久没有用 但我这次突然间又觉得很想拿出来再试一下 那我这次用的时候我会把它的时间调长 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有些小伙伴说要照久一点会比较有效果 然后我原先照十分钟 我现在就照二十分钟 我照了二十分钟之后 一开始我发现本来是可能有一些红的 但是平的地方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肿 痘痘更严重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大海灯原理有没有可能是说 它把一些潜在的痘痘给逼出来 让它全部都出来以后慢慢的清除它 其实这个原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些比较小的痘痘 它冒出了白白的那个笼包 所以我想它应该是有可能会这样的 所以我又试了几天 我发现它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把所有的一些潜在的痘痘逼出来 然后它再进行 你再继续照的话 它就把这个痘痘慢慢慢慢的消退 然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照二十分钟 其实有些人觉得二十分钟比较长 但是在二十分钟里面 你可以打开一些收音机啊广播啊 或者说打开一个电视剧听它的声音 现在还有那种眼镜 就是你照着大牌灯还可以玩手机的那种眼镜 大家可以去搜索看看 我觉得大牌灯对于痘痘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有一些人他长了痘痘去医院 医院里面也会给你照一个红蓝光 这种对消炎和杀菌是非常有效果的 大牌灯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对于所有人都有用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这里我想要提醒一下各位 就是我一开始用大牌灯的时候也会被吓到 因为痘痘会越变越多 我不是说你的痘痘就很快就消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把你的所有潜在的痘痘给逼出来 然后就是在让这些痘痘消退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你可能看到很红很肿的话 就会被吓到可能有些人会放弃 对于我而言我庆幸我坚持了 所以我觉得我消退的还是比较快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烂脸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用很基础的护肤品 就是让皮肤保湿的一些护肤品 我没有用其他的东西 如果白天出门的话我一定会注意防晒 烂脸的时候你就不要用一些比较刺激的 比如说美白啊看皱啊什么有功能性的 就基本上用一些补水的 我知道冬天会非常的干 但是你如果说你用了一些有刺激性的护肤品 你的痘痘可能会更严重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皮肤的保养 尤其是在冬天 大排灯的话我坚持了大概一个星期 我痘痘就已经消退了很多 但是我也不会一直用大排灯 我总觉得好像这种东西用久了有依赖性不太好 所以我现在会配合一些擦脸的东西一起使用 比如说这个洗疗图 它是一个膏状的 一个白色的膏状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的 好像睡觉前我会用这个东西厚厚的一层涂在我的痘痘上面 第二天起来你会发现它可能会出现浓包啊白白的那个浓包 你可以把它洗掉 或者说你的痘痘会变小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但是你用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还有一个去痘印的我用的是八复瓶 我觉得八复瓶还是对去痘印蛮有效的 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质地 在这里 在晚上睡觉前我会把它涂抹在一些痘印上面 对于红色的痘印比较有效 对于黑色的痘印可能要有一些耐心要用久一点 你把它抹一层在痘印上面 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第二天起来你就会发现你的痘印蛋了 真的还蛮有效果的 如果说对于突然间爆发的大片的痘痘 条件允许的话 你最好是要早睡啊 然后多喝水 多吃一些蔬菜啊 能忌口就忌口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效哦 再见